大家好,欢迎关注护坎汽车,我是老胡 我们的视频播出以后,咱们热心的观众朋友问了很多各种跟汽车相关的问题 今天就这些问题,老胡多一一解答 胡老师你好,迭克军越凯迪拉克CT5,东风雪铁龙C6,东风雪铁龙C5X,标志508升这几个车怎么选 不考虑SUV,不考虑德系和日系,就这美系和法系之间选,谢谢,在线等 您美系和法系都不太认,日系德系最认的你全部pass,咱们就用排除法吧 您说的车型里,我觉得别克军为军越能考虑,剩下的车型都不要考虑了,为啥 太冷门,太罕见,将来卖的时候舌子非常的多,虽然也很多车型都是好车 但是真心不认,花同样的钱,将来卖的时候,赔的更多,这种感觉可挺不好 所以我个人建议,还是买别克军为或者是军越吧,它的优惠力度还是挺大的 胡老师您好,订了1.5T探戒者预介版给个评估,提车注意事项,谢谢 性价比十足,是一部好车,只是保质率不如别克 提车的时候就要注意几个,看看出厂标判,什么时候出厂的,一般来说出厂半年之内都算新车 再就看一下里程表,一般500公里之内都是可以接受的,车身没有划痕 然后全车有水轮胎,检查一遍,发动机面也有异响 实际各个品牌的车型,进店的时候都有PTI检查,很全面 只要看一看这些,注意到一些小的细节,网上也有提车攻略,搜一下 实际大牌子的车,基本都没啥问题,希望我的回答能帮到你 胡老师您好,东风风神一炫1.5T跟长安欧上X5,1.5T哪个更值得购买? 二选一,我建议你买长安欧上吧 东风的车型啊,比较冷门,市场的销量并不大 这种自足品牌还是买销量大的车型 将来维修保养啊,保质率都占优势,希望我的回答能帮到你 胡老师您好,我想买一个国产车SUV,不求保值,要耐用省心 长安欧上科赛Pro,奇瑞瑞虎吧,吉利博越,都要自动挡的 现在你这个不知道怎么回事,希望胡老师给个建议 这几种车型呢,我真觉得瑞虎吧,是一个值得推荐的车型 长欧上的X5啊,也是值得考虑 我建议你这几个车都对比一下,然后问一问优惠 咱们自足取牌现在质量迎头赶上了,都不差 所以我建议你在这个欧上和这个虎吧之间选一个吧 希望我的回答能帮到你 好,今天的老胡问答呢,就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跟汽车相关的问题想问老胡呢 可以关注我们头条号,呼喊汽车 点击并留下您的问题 老胡会在下一期节目中为大家做一一解答 请大家继续关注